好那么刚才 我们把这个线性回归 基本的一个简单的定义讲完 对吧 他其实就是去干嘛 找到一个合适的这样一个权重 然后与我们每一个特征去相乘 最后求和得出结果吧 这就是回归预测 那么他这个得出来的值 是不是就是连续型的值 是不是连续型的 并不是一个简简单的说 这个具体的预测某个类别 对吧 或者用决策书啊 随机森林 或者说用这个普斯别斯 预测某个类别的概率 什么都不需要 对吧 好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个问题 那么如果说这个 我们这很多好的算法 没有出现之前的 如果一些这个公司 比如说企业当中 每个公司企业当中 就有一个比较有经验的人 对吧 他去预测这个每月销售额 或者每年每年的销售额 或者说预测一下 这个每年的这样一个净利润 肯定都会去提前预测 对吧 那么这个人预测的话 会不会有误差 会有误差 对吧 那么人预测有误差 而且呢 也比较这个耗时间 你要去看很多数据 对吧 今年的怎样一个情况 各种各样的数据都得看 那么机器预测 会不会也有差距呢 肯定是会的 他不可能达到一个百分之百的 准确无误的这个东西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数据分布 没那么简单吗 你说假如说你现在 正好都是在 真的是在一条指线上的 那时候我预测的时候 正好就是百分之百 预测准确吧 你乘以一个2.1 就是乘以2.1 对吧 得出一个值 那如果说稍微有点偏扎 大概趋势是在一条指线 稍微这个点 往下偏一点 是不是就有这个点 就不能预测准确了吧 没理解吧 所以我们机器学习去预测 我们的这个连续性的值 或者预测这个价格 或者预测这个某个值的时候 目标值的时候 它也不能达到百分之百的 这样的一个准确 那其实就是相当于你的这个东西 两个 这两个样本 对吧 这个样本 我预测的结果 跟你的真实的结果 它有一个误差了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还用什么 这个分类里面的评估 什么准确率啊 等等去评估吗 准确率是什么 是不是你有多少个准确吧 那这里面 我们还用准确去评估吗 就不太合适了 我们只能用别的去评估 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说 那也说我们机器预测 也是有差距 对吧 我们预测的结果 和真实它的一个价值 或者说价格 也是有一定的误差的 对吧 比方说 我们如果建立了这样一条直线 那如果它的数据 也是成一个 这样一个上升的趋势 但是你建一条直线 是不是在这里 对吧 比如说在这里 比如说在这里 那有些点 是不是不在这条直线上 有些点在这条直线上 那么你预测的结果 是不是有误差吧 有没有误差 你预测的结果 比如说防止面积在这里 对吧 比如说防止面积在这里 你预测结果在这里 但是它真实结果在哪 是不是在这 是不是这里 就可以一删减 是不是就有误差了 恒联了吧 那每个样本 是不是都有一个误差 对吧 这里有误差 这个有误差 或者这个就正好了 这个正好了 这有误差 是不是有的是有误差 有的正好 对吧 这里是对一个特征 对吧 那我们刚才说了 如果对二位来说 对吧 对二位来说 我们有两个特征 X1 X2 这个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目标值 正好我们的数据呢 都是这样去分布的 看到我们的数据是在这个坐标里面吧 那么如果说我们说啊 这个数据是一个简单的线性关系的话 在三维当中 我们是一个什么 这样一个平面 也就是说大部分数据都是 以一种平面的这样的一个形状去 这样的一个分布的情况 当然并不是说所有数据都必须得以这样平面去分布 对吧 有可能是比较乱 对吧 这里来个点 这个来个点 这个来个点 就有可能啊 那你要去预测的话 你就不能说用一个平面去预测了 但我们首先考虑这种简单的情况 那就是说我一个平面 是不是也可以把所有点给盖过进去吧 对吧 那这样去盖过进去的话 有些点是也会有平面差的 比如说 我预测的点在这里 那你真实值是不是在这里啊 假如说我预测的值在这里 你真实的值呢 在这里 你这个地方 是不是也有偏差吧 当然这个图啊 给这个篇章画的比较大 对吧 好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预测结果 跟我们的真实值肯定是存在偏差的 不可能说这个全部都预测准确 对吧 不可能这个值正好是 你是100.61 对吧 我也是100.61 有可能我预测什么 100 对吧 这就差0.61了 好 那么这是三位情况 至于更高位的 四位五位六位 那我们就不说了 对吧 你也没必要去了解这种情况 你只要知道它的模型是怎么定义的 是不是 这样去定义的就行了 你只要知道是这样的一个公式 对不对 好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既然有了误差 那么在这里我们接触到的信心回归 或者说我们从今天开始 接到了这些算法 那么它就是一个迭代的算法 什么意思呢 我们从这目前对吧 接触了 目前我们以后接触的这些算法 从今天开始 我们这些回归 或者说我们后面的这些神经网络 这个深度学习的 神经网络 到时候我们会介绍的 那这里面的这些算法呢 基本上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迭代的算法 什么是迭代算法呀 是不是就一步一步的去迭代去更新 或者一步一步迭代去优化 对吧 那这就是迭代的意思 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既然你这个回归预测的时候 对吧 预测的时候 预测的时候有差距 就比如说对吧 你考试对吧 比如说你这个你这个没好好学习 然后呢考了个70分 然后呢别人考了95分 那你明知道你的目标是95分 对吧 那你要干嘛 是不是要好好学习 然后再去把一些差的补回来 然后再考一个 比如说你考了80分了 这就有个进步了 那是不是一步一步的去慢慢的进步 然后去越接近你的目标值95 是不是越好啊 当然你有可能说你努力了也没用 对吧 达不到这个95 始终也达不到95 这个就看你这种学习方法怎么样 对吧 好 那我们回归算法也是这样的 我们回归算法 既然他知道自己有差距 对吧 知道这样一个误差 对吧 你知道是有误差的 他就也是一样的 也去不断的减少误差 减少误差 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减少误差 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 比方说啊 既然我要去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最好 是不是误差最小或者是误差最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是最好 假如说你的这个直线正好是这样分布的 比如说这样啊 那有可能会找到这一条直线是不是能达到一个误差最小 能不能 可以吧 假如说你现在这条直线建立的时候在这里 那你这个误差是不是非常非常大 那此时注意了 此时这条直线 你有一个权重吧 假如说是一个特征啊 你有一个权重 跟你这个地方的权重一不一样 这两个权重一不一样 或者这个加上这个偏执一不一样 肯定是不一样的吧 那所以说我们的权重 是不是也是在一个不断的赶费的过程 哎 这就是现金回归的 这样的一个思想 核心的思想 那我们来看他怎么做的 在这里我要说一点 他怎么做的 我们只要记住他用什么方法就行了 至于他怎么去计算 一步步去求 这都是数学上的东西 我们没必要去理解 那理解吧 好 那我们看他有哪些方法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损失函数 也就是什么 误差大小 那我们把刚才我们定义的这种误差大小 用一个专业名词叫什么呢 损失函数 也说在回归里面 每个算法呢 他都是有自己的损失函数的 包括神经网络也有自己的损失函数 其实 理解实在是什么 就是误差吧 我们把这个东西呢 用一个专业名词称之为损失函数 好 这就是专业名词对吧 损失函数 那么我们这里面就要介绍到 那算法的这几种了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在有一本书里面提到了这样一个 当然这本书不见你去看啊 统计学习方法里面 统计学习方法里面提到了这样一个算法 或者说机器学习算法 这种迭代的算法 他提了三个概念 一个是算法本身 对吧 算法本身 你是什么算法 第二个是你的策略是什么 第三个就是你的优化是怎么去优化的 这也就是一个迭代的过程 那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今天结束了第一个了 优化 来算法 是不是线性回归吧 线性回归 那么他的策略 这个策略怎么理解呢 就是你的误差 或者就是你的什么 损失函数 没理解吧 就是你的损失函数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线性回归的损失函数 是什么呢 Yi为DI样本的真实值 注意到这是真实值 HWXi呢 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这个公式啊 得出的这个结果吧 每个样本预测一个结果 对吧 那每个样本预测结果呢 我们称之为是预测 预测的结果 那他怎么第一损失呢 预测结果与真实结果 注意到这是一个样本吧 他的平方 加上预测的结果与真实结果 这是第二个样本的平方 差的平方 然后再讲 这个是不是跟我们的这个K近利有点相似 对吧 当然他有没有开根号 没有开根号 对吧 注意到他没有开根号 就是这些值 那要注意到 这种误差就说明什么 其实就是计算 每个预测结果和样本的这个误差的平方 加上他的误差 加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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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所有的误差都加起来的话 是不是 这个总误差大小 我们就去衡量 我们的损失是多少 是不是这个损失 我们是越小越好 它越小意味着每一个样本 是慢慢的也变小了 每个样本的这个预测跟真实结果是不是也越来越小 对吧 这个就是损失函数 那么这种我们又称之为什么呢 这个名词你记住就行了 最小二乘法 就是这种 简单的损失 现行回归的这种损失定义 我们又称之为什么呢 最小二乘法 对吧 我们这里就直接写成啊 你的误差误差平凡和 误差的平凡和对吧 平凡和 那也称之为什么呢 最小 最小二乘法 好 这就是我们的误差 最小 好 现在你明明知道已经有误差了 那你是不是要去不断的去学习啊 对不对 那你学习就是优化的过程 那也就是优化整个权重的过程 那你理解吧 就是优化整个权重过程 那我们来看怎么去优化呢 我们如何去求解模型当中的这个W 这个是不是最重要的 我们只要得出了这个W值 你是不是就可以预测了 是不是就可以 就跟刚才 我们只要知道了这个2.1 是不是你只要来一个繁本面积 是不是你就能预测价格了 只要来一个 比如说两个权重 是不是你只要两个特征一成相加 是不是就能预测结果了 所以我们的目的 线性回归的目的 就是去求解单中的W 那我们目的还是有一点 使得这个W正好在合适的时候 使得这个损失的话 最小 那也就是找到最合适的这个模型 是不是这样 找到最合适 那如果说你找到是这个东西 你找到是这样一条直线 合适吗 比如说你找到是这样一条直线 合不合适 你也有W对吧 但是这个直线损失是不是最小 不是 他要找到什么 最小的损失的时候 对应的这个W吧 那也就是说 我们的算法是一个优化过程 是一个不断的迭代过程 迭代过程就是去寻找最优的W 就是这个优化吧 优化这个损失函数呢 就是干嘛呢 寻找最优化的W值 其实就是使得你损失 是不是介绍啊 损失函数最小 那这里面呢 有很多种方法 那你只要记住这些方法 怎么去用就行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去找呢 我们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正规一方程 正规一方程 是一种最简单的求解方程 我们这里写了 不做要求 只要理解一下就行了 那么他这种求W怎么求呢 只要一个公式就能求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公式怎么求的呢 看一下X为什么 特征值矩正 那有种是不是一个样本 一个样本的特征值啊 Y是什么 目标值矩正 这两个是不是你已经已知了 这是已知的条件吧 那当你已知这个条件 然后只要通过这样的一个公式去计算 就能求解除W 这就是第一种方式 那T前面也没讲过 那Pi 转制对吧 我们知道转制是什么 含变成烈 烈变成喊嘛 那我们来看一下 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个地方不做要求啊 不做要求 扩展的 那我们把这个地方呢 粘贴过来 好 我们把这个地方呢 放到这里 对吧 X是什么 是不是你已知的东西啊 哎 我有什么 是不是某 比如说我现在有几个样本 每个样数有特征值啊 三四五六 好 然后呢 再来一个 这个20对吧 19 3 4 好 再来一个样本吧 6 5 8 9 好 现在 你是不是应该有四个样本 四个特征吧 这些值是不是你已知的 还有你每个样本最终的一个目标值 是不是也是已知的 哎 你可以看到公式里面没有其他的吧 只有这两个是吧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里我们有四个目标值 对吧 四个目标值 我们就直接用 这里 比如说它是200 对吧 这个目标值呢 是150 这个目标值呢 是300 好 再来一个 还有一个样本 所以目标值呢 260 这是为你的目标值 这个Y吧 这是你X值 哎 你看 他只要通过这些那个公式 是不是就求出来了吧 这个了解啊 我们看一下怎么求的 把这个X先转置 哎 把这个X转置 是不是三和四列 还是变成四和四列 然后注意到这里面的乘 全都是矩阵相乘 那理解吧 那这里变成四和四列 也就是说把一二三次变成 是列的一二三次 三四五六变成列的三四五六 二十十九变成列 第三列吧 这个我们不去说了啊 转置 然后X转置后 乘以它本身 哎 再来一个负一 再乘以一个S的转置 再乘一个Y 就能够求出W 这个W 它的值正好是你有多少个特征 它就有多少个W 那我们有几个特征 四个W 四个特征 那我们也应该有多少个 四个W 那求解出来W呢 它应该也是有四个的 哎 四个 好 现在我们先不考虑这个东西 运算对吧 有四个W 哎 正好了 那我以后预测的时候 来了新的样本 比如说还是来了新的四个样本 我是不是拿这个W值 跟它一乘 是不是就能预测结果了 能理解吧 所以我们的目的是求这个W就行 对吧 找到这些群众 好 那现在还是训练当中啊 还是训练当中 你现在没有测试级 对吧 没有这个测试级 那这个地方的负一是什么呢 我们简单提一下 这个负一呢 哎 我们称之为一个矩阵的逆 这个了解啊 你这个忘了也没关系 对吧 假如我今天讲了 你后面忘了这个逆 到底什么意思 没关系啊 这个逆是什么呢 它逆有一个特点 比如说 你某个X乘以 比如说是X是这个啊 这个值 乘以某一个问号 某一个东西的时候呢 它等于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果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结果呢 哎 单一个 注意了 单一个矩阵 乘以某一个东西的时候 等于这样一个东西 看一下什么特点 是不是从左上角到右下角 全部都是一吧 正好是一个斜的 全都是一的 那这种矩阵呢 哎 我们称之为单位矩阵 哎 我们称之为什么呢 单位矩阵啊 单位矩阵啊 那这个问号就称之为什么呢 称之为X的逆啊 当然这了解一下就行了 我直接删了 就单别看过啊 好 那么所以我们这种求解方式对吧 正规翻成 求出来这样一个W 对吧 那所以这个W是我们想要的这个东西啊 是不是想要了 哎 这就是正规翻成这种求解 那我们接着来看 这种求解 在我们后面包括神经网络 对吧 这种复杂的算法的时候呢 并不通用 为什么呢 如果你的特征数量很多 样本很多的时候 你是求不到这样一个W的 这种方法也就是说 其实不通用 那理解吧 这了解一下就行了 那不通用 那你要知道 有正规翻成这种求解方式 可以一次性的求解出来吧 那他去求解这个东西和 类似于什么呢 比方说 我们把这个损失函数啊 是不是可以画出一个图像出来 你可以用一个这样一个Metplotlib 或者用其他的一些Pyplot 可以画出把这个图像给画出来吧 那假设说你画出来的一个损失函数 就是这个样子 假如这个样子 他损失是不是最小 是不是就某一个最小值啊 假如说这个数啊 这个地方的数坐标 表示什么呢 损失的值 然后这里表示你的权重 跟你的权重之间的关系 哎 我这个损失函数 就是跟我们权重的关系表起来 那我要求解到损失最小值 是不是损失的最低点啊 或者说这里面损失哪个最高 是不是这些地方是高的吧 哎 那我损失值是最低点 那我这个正规方程怎么求呢 它是直接 注意了 它是直接求解到最小值 只要通过那个公式 就能筹到一个最小值 注意了 是最小值 哎 得出结果 但是这种方法我们说了 如果数据复杂的话 它是求不到的 啊 这个地方是求 求不出来的 好 那这是第一种方式 注意了 第一种方式 那么接下来第二种方式 是重点 也就是说我们很多算法的通用的求解翻车 都是这种 那么这种我们称之为什么呢 梯度下降 这里面我们只需要记录一些参数就行了 能理解啊 只记录参数就行了 因为很多API里面需要你填进去 或者需要你填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这个翻车里面的参数 我们先来简单的看一下啊 你对于W值 你要求解 或者说你要去更新 是不是一步一步的更新W值啊 哎 那我要更新这个W值 那其实就是干嘛呢 每次去求一下 那这里面我们看一下 这个公式分为几部分呢 第一部分是这里 然后有一个原始 这个是更新后的值 这个是原始值 然后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α 还有一个这个东西 那我们这个公式只关注这两部分就行了 这两部分 这部分我们不用看它怎么得来了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称之为α是什么呢 指什么 学习速率 哎 这是学习速率 需要手动指定的 那意味着它相当于是一个超参数吧 对不对 好 那这个地方表示什么呢 表示方向 这个不用你自己指定 它是在算法求的过程中呢 通过一些数学的方式去求出来这个方向 那也就是说 我们在迭代 或者现行回归 在迭代的过程 是不是一直在不断的去迭代 这个损失越来越小 迭代这个w值 那也就是说 它迭代怎么迭代 每一次原始的值 减去这两个中期的结果 得出一个新的值 下次就在这个新的值的基础之上 再迭代一次吧 好 那我们只要记住这个就行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低度相当怎么去理解呢 我们来看一个损失函数 比如说啊 我们现在一个特征啊 一个特征就一个权重 来 画出的损失函数 cost我们可以称之为损失函数 cost呢 就代价的意思啊 我们可以称之为损失函数 那比方说我画出的图像是这样 那正规方程怎么求啊 是不是一直 一球是不是求到这个最低点啊 那T度下降怎么求的呢 它是有一个学习率 乘以一个什么 方向嘛 那我们看一下 比方说我现在啊 给一个初始的点 在这里 那么这个初始的点 对应的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损失的值吧 那么这个损失的值 我要干嘛 是不是要去减少啊 T度相当要减少 好 第一个是学习率 第二个是什么 方向 那他要按照什么 损失减少的方向去找 是不是应该朝这个方向去找吧 是不是应该从这个方向去找 他能够从这个损失上升的方向去找吗 能够从这个方向 这个东西你不用管 他是自己去求的 他就能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下降的方向 好 还有一个影响因素是什么 学习率吧 两个影响因素 好 那学习率意味着什么呢 你下降的快慢 假如说你学习率比方非常小 到时候我们会说这个学习率取值啊 学习率非常小 那你说我一次性下降这么多 再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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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方向是改的啊 你现在方向是编这个方向了吧 诶 编这里编这编这编这 对吧 反正也是要改的 好 最后把它这里 如果你的学习率非常大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呢 是在这里 学习率非常大 什么呢 一次性就下这么多 诶 两次三次 三次就能求到最少 没理解吧 这就是T度下降 所以我们再来以一个例子来看 比如说我们把损失函数的图画上是这个样子 是一个立体的了 更复杂一点 对吧 我们把T度下降这种求解方程比做什么呢 比方说你你啊 你就是这个求解的方式 对吧 你就是求解的方式 你假如说站在某个山顶 现在你要找到某个山 或者最低点 或者山谷 那你应该怎么样 是不是玩下跑吧 那你总不能往山顶上去跑吧 所以你往山顶上跑不是在损失函数的这个下降方向去找的吧 你肯定是往下降的方向跑 那下降的话 你跑的话是不是有个速度啊 那这个速度我们可以理解这些学习类 假如说你跑得很快 诶 你这个一秒钟就跑这么多了 两秒钟 三秒钟 诶 你就跑到这里点 假如说你跑得很慢 那你说学习率慢的话 你是不是要跑得很 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找到这点 这是不是就有一个时间的差异了吧 诶 你假如说跑得很慢 对吧 你一步跑了 然后呢跑两步 跑三四四 好 一直到跑了十几步 才跑到一个最低 那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是 你T度下降去找的这个损失函数 最低点的时候 是不是要这样去找吧 好 那这就是T度下降 怎么理解呢 它就是沿着我们这个 刚才 注意了 建立的这个损失函数 在那里 这个建立损失函数吧 我目的是不是要找到这个东西的最小值啊 这是我描述出来的吧 诶 我要找到损失函数最小值 它要沿着寒硕下降的方向找就能找到三股的最低点 然后更新W10 这就是T度下降 你只要理解这个过程就行了 它的过程是什么 是不是一个迭代的过程 迭代了 通过学习力和方向去迭代的优化吧 能理解吗 好 那这个就是T度下降这种求解方式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优化方法 我们有什么 现金回味我们可以有正规方程吧 这些东西你不用去系中里面的这个怎么求对吧 正规方程 方程 然后呢 T度下降 是不是有两种啊 我们一般使用的最多的就是T度下降 还有包括后面我们也会总结一下了 后面很多的算法 它的求解方式全都是T度下降 所以这个地方非常重要 T度下降你要知道一个学习率 它这样一个影响因素 好 那么这个整个过程啊 可能看起来比较抽象 对吧 那我们来一个动态图去来看一下 我们来一个动态图 比如说我们来一个这样的一个动态图 在第三天 那么这个动态图呢 我们直接复制过来啊 复制到这个桌面里面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态图 这个动态图就描述了现金回味 通过这样一个T度下降求解的整个过程 来看一下 你先看一遍 什么意思 这个动态图 好 那我们现在来解释一下 什么意思呢 我们再去求解的时候 是不是使得这个误差最小吧 我们先来看啊 误差 我们说了这个误差你有大有小 比如说我现在建立这条直线 现在根据预测这些点的最终的 假如说还是价格 你的这些预测值与真实值的误差 是不是特别特别大 好 既然大了 我的损失函数建立就是这个样子 它是固定的 好 那我接着我就去干嘛 通过T度下降优化 是不是T度下降 T度下降优化 那么优化 假如说你第一个损失就直线是这样的时候 你直线是这样的时候 你的损失值是不是最大 比如说是最大的 那现在它要干嘛 是不是优化吧 好 那又优化是不是 直线比如说优化了一点了 注意它是有个学习率的 你不可能一次性优化的最好的地方吧 所以第二次优化了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一个权重 在这里是不是有个权重啊 对应的这里是不是有个安毕 我们就理整个是W 那这个地方的W值 损失是不是减少一些了 好 接着优化没完成 我们需要指定多少步 再来一次优化 比如说这个直线调整了 注意了 它的优化都是朝损失减少的方向 不是损失增大的方向 是减少的方向 好 接着这里 是损失又减少了吧 好 继续再优化 再来优化一次 好 这样 是不是又变少一点了吗 好 一直到什么呢 比如说我把这伤了 一直到一个最合适的这条直线 那这个时候 它是找到了什么 损失最小的时候 这条直线 那么这条直线 对应的W值 能不能求出来 能求出来了吧 这个不用你管 对吧 它只要自动去求出来 此时你就有一个最终的 对吧 最终的一个W值 或者W1 或者W2 对吧 当然你这个特征的数量 有多少 你就多个W 那么 还有一点就是什么 这个初始的这个直线 怎么去建立的 你看这个初始的直线 为什么要从这里开始啊 或者为什么不是这样开始 为什么不是这样开始 这个地方是随机去指定的 能理解吧 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个算法的一个智能的地方 也就是说你只要随机给它一个W值 是不是它预测肯定有误差吧 没关系 它有梯度下降 这样的一个神器 对吧 可以去不断的去优化这个W值 能够求到一个合适的W 使得损失最小 好 线性回归 那么你只要掌握这些东西就行了 你理解吧 其他的东西不用去管 那 也说现在你要掌握的就是什么 哎 我的算法是线性回归 那我怎么样去衡量这个损失啊 是不是误差的频繁 然后求和吧 那怎么去优化这个损失啊 我可以通过最常用就是梯度下降 去迭代优化这个过程 好 这个思想基本上是我们后面所有算法的一个思想 它就是这样一个迭代过程啊 就相当于什么 自己在学习吧 是不是有这样一个过程啊 自己在学习过 对吧 我们可以理解成算法在自己的学习的过程 其实啊 它肯定是数学上的一些求解 对吧 所以就是这一东西不是我们关注的 对吧 算法的自我学习的过程 好 只要你你作为一个开放人员对吧 你只要把这个算法的原理搞懂就行了 搞这样建立一个整个过程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这去对比一下这个正规翻程和我们的梯度相像 因为我们还是讲了这个正规翻转 但是通用呢 一般我们不会去使用啊 基本上不去使用 正规翻转都是梯度下降去求的啊 因为在对于这个复杂数据呢 梯度下降是最好的 那这个对比呢我们先不对比 我们先来做一个案例 就利用线性回归做案例 那么什么案例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在这个塞根论里面啊 Model的Lineal Regression 普通先进奥程法的这样一个性能回归 就是正规翻转求解 那这种是什么呢 SGD冲过梯度下降去求解了 那理解吧 哎 我有一个什么回归系数 这个回归系数是什么啊 是不是你求解出来最终的W值啊 是不是这个W值啊 你目的 因为你再怎么去训练 你目的是不是就找到这个W值 以后预测样本的时候 是不是只要特征值乘以到W值 是不是就只能得出结果了吧 所以我们的陷阱目的就是找到这个W值 所以我们的重要 最重要的点就是W 就是回归系数 那我们可以比较对吧 这两种方式去求这个W值 好 那现在就有一点疑问了 T度下降我们说了 你是不是要自己手动指定学习率啊 这个学习率啊 这个地方我们应该是有一个学习率 那这个API里面有没有这样一个 结果呢 其实它是有 但是呢 我们一般不去指定 在Sykit-learn当中啊 这个地方我们要提到Sykit-learn 它的一个优缺点是什么呢 啊 其实也不算优缺点 对吧 Sykit-learn呢 它的这个 S-C-I-K-I-T 干论 对吧 Sykit-learn它的优点呢 就是分装非常好 这个就是它优点 对吧 分装非常好 你这个做这个模型 或者说你自己去写一个算 这个去预测结果 用这个算法去做 是不是很简单 就几步就做 做好了吧 对吧 哎 就它的优点就是说呢 这个建立模型非常简单 建立模型简单 预测也简单 对吧 几个函数一使用 是不是就可以了 但是它又有一个缺点 这里面分装好了 那它很多的一些参数啊 对吧 这个缺点 整个过程或者算法的过程 我们看不到 对吧 算法的整个过程你看不到 而且有些参数 你都不需要指定 有些参数都在都在算法 这个API内部 API内部 内部有话 很多算法这些API或者参数啊 你根本就不知道在哪里 对吧 都在你内部呢 已经去指定好了 就包括这个学习率啊 其实你不用自己在这里指定 它在内部呢 已经给你指定好了 那等一下我们会去看一下 简单看一下 那所以呢 我们后面会讲到 建立一个TensorFlow的款项 TensorFlow呢 当然它主要是等于深度学习 这我们会介绍啊 它的分装也有高的啊 有分装也有高的API 也有低的API 那么这个地方呢 分装高低 对吧 分装高低的都有 那如果说我们在第四天 我们会自己去实现一个先进互费 哎 这个时候你可以自己 实现现行回归 你可以看到现行回归 整个运算过程是什么样的 哎 怎么去剂图下降 对吧 怎么去求解的 你现在你看到这个 你只要用SGD入关子 然后什么FIT啊 Predict啊 就可以了 就没了 对吧 整个过程你看不看到 优化的过程 有没有看到 看不到 这个权重怎么改的 能不能看到 也看不到 对吧 所以我们的TensorFlow呢 你是可以自己实现现行回归 但是这个效果啊 是可以跟你赛费论的 这个效果比的 因为他本身这个API 并不是说你自己去写一个提出下降 对吧 他提出下降也提过API 比如说你这些学习率 比如说你这个学习率等等 这些参数 你是可以自己手动指定的 没理解吧 这就是啊 我们塞给了他的一个分转高低的 这样的一个好处和坏处 好 那么在这里啊 我们等一下再去看他的学习率啊 他自己本身怎么指定啊 SGD 好 这两种方式 我们现在要这两种API 去实现一个预测啊 预测 那当然我们还是以我们塞克论里面的数据 去预测 我们要使用这两种方式 对吧 去实现一个波士顿 凡价数据去预测 那你可以拿其他的数据 对吧 只要你有特征值目标值就行 那么这个凡价数据集呢 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对吧 他这个凡价呢 有这么多特征啊 注意了 他这些特征呢 都是影响这个凡价的因素的 你看这个特征就没有说 我们简单的考虑 就是说这个房子的面积来考虑 对吧 他的凡价的影响房子的价格 是不是有很多因素啊 比如说这个证的犯罪率 你犯罪率高的话 别人不想就去来住 你是不是必须得把房子价格调低吧 这也是一个因素 对吧 我们这列举一些啊 然后你的这个空气好坏 然后你的这个 其他的学生教师比率啊 低收入人群啊 等等等等 那这些影响特征呢 一共是13个特征啊 都是影响你房子价格的吧 那你看一下这个特征 那你要得出的权重一个 是不是也是13个权重吧 对不对 13个权重乘以这些东西 得出一个预测结果吧 这就是你要做的 那你要做的是什么 就筹出这13个群重 好 那么这是他的数据 这个特征值的介绍啊 那么其实你有时候不用关注 特别关注这个特征值 如果说是你自己去收集的话 或者你这个要自己去改 这些特征值 是不是你那你要关注这个 关注这个业务了吧 是不是得关注业务 哪些是影响了 对吧 这个关注业务了 好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做线性回归开发 我们做这个预测的时候 怎么样 那个流传 首先我们看一下 获取数字还是一样的 对吧 从我们的赛克论当中 获取load buster 就是波士的数据 数据分割 训练机测试机 是一样的吧 也要预测 那注意到 这个地方 我们线性回归的算法 也需要进行标准化处理 为什么需要进行标准化处理 需不需要 需不需要 因为我们的建立的 这个东西的过程是什么 权重或者说损失函数 你权重 这两个都会影响 权重乘以一个特征 将如果某个特征 特别大的时候 你这个是一万 你这一点几 最终的结果 是不是也是跟他相当了 所以现金回归 是不是跟KG你差不多 也是需要干嘛 标准化 还有损失函数里面 也一样 他也是误差的平方 那如果说一个值的 这个预测价格 是不是非常大 对吧 某个这个特征的值非常大 那最后这个平方 是不是也靠近这个值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线性回归 也是需要做 标准化处理的 这个地方要注意了 所以我们现在有两个 算法要做标准化 一个是KG0 一个是现金回归 当然现金回归是一种统称 对吧 等一下我们会说的 那接下来 我们就去通过这样的一个东西去实现一下 用LineRegression SGD 入乎去实现 这个预测 凡价预测 同时这些APL是一样的 好 那我们就去用这个接口去实现一下 好 那首先 我们该把该导入的导入进来 首先我们的数据数量导入进来 对吧 Fran 这里面我们使用的就是默认的这个塞克论里面的数据节 Fran 塞克论点 DataSets吧 里面有一个波时针的数据节就是我们的凡价数据节在哪里啊 露的 露的波斯上吧 是不是这个 这里面的目标值是不是都连续的 好 接着我们把现金回归和我们的这个两种重解方式一种正规方式一种是T路下两个拿来吧 Fran 塞克论点LinearModel里面导入 注意的是现金的回归的模型里面导入由LinearRegression 还有一个什么SGDRegression SGDRegression 那么这两个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是回归预测的时候使用的ABM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比如说定一个这样的初始函数 好 比如说我们取一个名字叫做MyLinearRegression 对吧 MyLinear直接取一个名字叫MyLinear 然后define一个MyLinearLinear其实就现金的意思啊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就写一下这个注释 这里就是我们的线性回归两种 啊求解了 或者说直接直接预测房子价格 对吧 那 我们现在默认啊都给他闹了啊 没有什么反归 只要反归了 好 那接着我们首先第一步是不是要获取数据吧 对吧 获取数据 第二步 我们要把它分成训练集测试集吧 哎 分割数据集到训练集和测试集 那接着我要干嘛 是不是特论工程里面要做啊 哎 所以我们要进行标准化 这肯定是要做的啊 进行标准化 标准化处理 那进行标准化之后呢 啊 那我就可以去调用 对吧 哎 这个 一时停的了 一时 轻 轻 预测 啊 首先啊 我们来看一下预获取数据 那么接着我们获取数据呢 漏的 bos 那这里面直接返回 lb 那么 lb 里面是有 data target啊 是不是有这些纸啊 哎 我们可以用 train test splay的啊 这里我们的 API 也没导入进来 还是可以了 train test splay的 在哪里啊 在modal selection里面 对吧 这个你熟悉就行了 在train test splay的 分割数据集 train test splay的将我们的 第一个值特征值吧 lb点 data 第二个目标值 lb点 target 接下来指定 测试 直到大小 tasla sign 这些都是固定的 返回值 还是一再强调 这个返回值 不要搞错 首先都是什么 特征值吧 我们有x的特征值 x干train 训练级的 x干test 测试级的 接着都是目标值 那么有y干train 对吧 y干test 这个就是你返回的数据 对吧 有训练级 有测试级 好 进行标准化处理 注意了 在这里进行标准化处理 有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进行标准化处理 前面是不是都是对特征值 进行标准化处理 那特征值 值是不是变少了吧 那现在我提一点 在这里 目标值要不要进行标准化处理 想一下 仔细想一下 仔细想一下标准化 你要看一下标准化处理的结果是什么样的 然后看一下你这个东西 要不要标准化处理 前面我们的目标是都不用吧 对吧 格准化的时候不用 那现在在这里我们要不要呢 为什么需要 标准化处理的结果是什么 是不是你所有的数据都变得非常非常小了吧 当然这是它现象啊 但是目的肯定不是为了把它变小的 所有的数据都是变得非常小的 那也说我们现在这里是特征值吧 我们是不是要进行标准化处理 哎 那进行标准化处理 比方说我随机改一下 比如说这里是零点 啊 啊 然后这里是那这个1.0 然后这里边呢 变成了0.5 这变成了0.49 这变成了 好 我就随机改这些 当你标准化处理之后 你的数据是不是都变小了 好 那现在你求解出来 W值是要跟这些变小之后的值相成吧 那这些值得出来 结果跟你本来的目标值相当大不大 肯定的吧 你本身就非常小 对吧 你W群众也非常小的 这个东西一成 结果跟这个是不是非常大 所以我们要以一个目的 也说把它也进行标准化处理 缩小的 比如说 哎 缩小的这个 对吧 比如说这里缩小到这个1.5 啊 这假设啊 假设这里缩小的是2.0 2.1吧 好 这个地方3.4 那么这样的话 我现在跟我现在预测结果比较 是不是就比较相近了 你可以通过这些东西 去建立损失 然后求解吧 能理解吧 但是这些东西 你能不能看到实际的一个结果 或者说你看到它 能不能知道这个房子价格是多少 看不到 看不到 所以但你还得要知道这个结果 或者说知道这个房子价格到底是多少 还要把这个进行标准化之前转换一下之前的转 那这里面 穿着风有没有 有没有这个转换器里面有这样一个 API 有没有 哎 有这样一个叫什么 inverse 这个我们介绍过吧 穿着风 转换成之前的值吧 比如说这个值是不是变成又变成200 150那些值了吧 啊 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到 好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做的这个现金回 啊 特征值 特征值和目标值是都必须进行啊标准化处理的 这个原因我们也刚讲过了 好 首先 但是注意 这两个啊 特征值和目标值 你能用一个东西进行标准化处理吗 我在这里用STD 实力化了一个STD啊 standard的Skiller 好 变成化它 又变成化它 能不能这样去做 为什么 你这个特征的数量都不一样 你这里只有 你这里有四列 你这有一列 那你四列的平均值翻差 平均值标准差 平均值标准差 怎么对它进行处理 你选哪一个 说不定吗 能理解这个过程吧 如果你这不理解的话 回去再看一下这个标准化 它是怎么去做的 能理解吧 那所以这里面应该是两个标准化API 你处理特征值得 我处理目标准 因为它只有一列 跟你的列数是不一样 啊 所以这里要注意到 好 在这里面啊 要实力化两个标准化API 实力化两个标准化API 接着我们实力化第一个 我们先把标准化导致这样 from 塞哥的论点标准化在我们的预处理里面 import standard scholar 对吧 好 sdd standard scholar 实力化 比如说 std 干 x 代表我这里都是对特征值 进行标准化的 好 std 啊 啊 啊 x 点 费的穿错我们的 x干 吹 然后呢 我就直接穿的 就行了吧 在这个基础之上穿的 好对吧 s干 吹 然后呢 这个地方是s干 tas的等于 std干 x点 在这个平均值基础上 s干 tas 好 那么这里有一点啊 我这里这番的这个啊 这个不说在这里 我们先把这个写好吧 把这个 然后第二个是目标值啊 目标值 那目标值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外干 吹 外干 tas 他应该是二位还是一位的 这个看他数据怎么准备的吧 等一下我们来打印一下 这个二位一位的 好 我们s td干 y等于standard的scala 好 接下来是不是对目标值 进行标准化 是不是有两个 训练机测试机的 s td干 外联 费的干 transform s 呃 外 外干 t 外干 t 范围 外干 t 接着同一样的 s t 直接写 s td干 外点 transform s 外干 test 这个过程能理解吗 能理解吗 知道为什么要进行两个都标准化 对吧 标准化API都已经用熟了 对吧 好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啊 在这里 我们这个s td s td 结果就不用打印了 就是把这些值都转换很小的 那么可以考虑一下 这个print一下 print一下 外干 tree 外干 test 外干 train 和外干 test 我们看一下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目的要看一下 它这个格式是什么样子 好 我们现在就运行这个 对吧 好 运行一下 这个one点先不用管啊 看一下 它提供的这个目标值是什么 是不是一个个凡价了 那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式啊 或者说它是几维的 是不是一维的 这是我们的训练级吧 是不是训练级的目标值啊 然后后面这是什么测试机的目标值 这些值吧 对吧 你的价格 每个房子的价格 好 那注意了 我这个地方呢 使用的这个版本 跟你的这个塞个论版本不一样 我是一零点一八的 我没有更新 你是什么 零点一九的吧 那注意了 零点一九 在对这些处理的时候 包括这是什么 standard的 它处理的时候 必须要求你传进去的是一个二维的 能理解什么意思吧 所以你就是说你传进去是必须是二维的 只是它一个规定而已 就是一九版本 那所以你必须得把这个一维的转换这个二维的 你怎么转换 这个东西就像是一个数组啊 数组里面有一个转换形状 怎么转换的 哪一个函数 南派里面有哪一个函数转换的形状啊 reciafe吧 就这个东西 因为我回忆不起来 回去看一下啊 reciafe 你就可以直接点reciafe就行了 reciafe是不是要传你的形状 这地方我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你的样本数 你知不知道样本数多少 不知道吧 所以你要转换这二维是不是传和立的形式吧 那所以样本数不知道 你就直接默认填复一 但是你的是不是每个样本就一个目标值了 哎 你提一就行了 所以你的一九版本注意了 你必须在这里做一个转换 就是因为它提供的是一个一维的啊 所以你这个地方是二维的 所以这里注意了 好 那这我们写一下吧 写一下 总结一下这个一九一八啊 到这个到时候也会升级一下 就不用再去说这个东西了 那这个零点一九版本对吧 零点一八零点一八 还有零点一九版本 你们是一九版本的 你们下载的时候默认都一九的 一九版本呢 它会要求就说很多的这个 比如说标准化 最一定要注意了 有很多的这个API标准化 呃 不是是转换器啊 就特征工程里面的转换器 里面的一些数据传进去 包括你有的这个算法的 一steam的 他都要求你传进去的必须是什么 必须是二维的 你的特征值和目标值 一般我目标就肯定是一维的啊 对吧 就一个目标就一个值 他一个呢 就是放在一个列表就行了 但是呢 他这个API呢 他更新之后啊 就要求要求数据必须是二维形状 只是你把形状改一下就行了 没什么难的 然后这个地方呢 一般呢 他就没有要求了 对吧 你是二维的 一维都可以 二维一维都可以 一维都可以 好 这个是1819版本的这些区别 所以你在这个地方要注意了 你要把这个地方的转换一下 因为这个Xtreme是不是本身就是二维的吧 对吧 这个地方是一维的 你改一下就行了 好 那么接下来 哎 我有了Xtreme Xtest Ytreme Ytest 是不是就可以预测了吧 对不对 你具体的这里面的值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看一下 现行为为这种正规翻程求解翻译预测 对吧 正规翻程求解翻译预测结果 好 那我这个地方就先实力化一下 Linear regression 就这个 Linear regression 实力化的 没有参注对吧 L2点 这个值 那么接下来干嘛 跟我们的E3那么一样的吧 L2点 Feed数据 输入数据进去 是不是他就一直不断的用训练数据去进行建立模型 建立哪一个W值更好吧 哎 这就是他去做的 X-Train X-Test 其实啊 你只要Feed数据进去之后呢 你其实就已经可以打印出里面的 Y-Train 这是目标值 你其实就可以打印他的什么 参数了 参数是不是在CoreF里面啊 刚才说了吧 CoreF就是你的全种参数网 好 那么在这个地方 你是预测你还得要不要这个准确率这个参数了 准确率这个指标了 没有准确率这个说法了 什么百分之多少准确 你五个样板有几个样板预测准确了 不是吧 它是以什么衡量 它是你有误差多少吧 所以没有这个Score 没有这个Score方法给你去使用 说我预测的这样一个准确率是多少 没有这种东西啊 因为如果说每个样板都不预测 没准确 那你说这个预测准确率是0% 不太合适吧 但是它会有0点多少的一个偏差吧 你的连续性值是不是有一个偏差 所以这个地方不能用准确率和领了 这个等下我们再会说对吧 这个回归的新能评估怎么评估 那它这里面还是可以预测的 predict的 我可以预测每个测试级的样本呢 这个什么 房价的结果 房价的这个结果吧 这个地方是可以的 我可以预测 测试级的房子价格 是不是可以预测 还是一样 lr.predict predict里面 我们可以传一个XGANTEST进去 那是不是就预测一个YGANPREDICT 哎 这个万个predict我们可以打印下来 YGANPREDICT预测的价格 对吧 每个样本的预测价格 测试级里面每个样本的预测价格 每个房子吧 每个房子的预测价格是这个值 YGANPREDICT 好 这样我就把它打印了 对吧 好 我们接下来运行一下 先来看一下 不看这个价格 对吧 先看一下这里 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什么 我们第一个打印的是什么 是不是叫回归系数 这就是你的回归系数 那理解吧 一共有13个回归系数 那也就是说 这些回归系数 是不是你要用的吧 那以后来一个房子的这些特征 是不是 第一个特征 除以这个 第二个特征 这三个特征 你会发现这里面还有附属吧 比如说这个权重 不一定都是正数 那理解吧 它有的有可能是影响比较小的 它可以把负的加进去 是不是你就可以减去这样的值吧 对吧 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得出这个结果 与你的这个目标者相等 那看一下你预测的每个房子的价格 它正好也是这种小数型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我们进行标准化之后了 你得出的值 是不是都是一些标准化比较小的值吧 所以我们应该干什么 把它转换一下吧 inverse transfer 把它转换成标准化之前的值吧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如果你想要看到这个值啊 外干predict的 你可以在这里 比如说这个 我们直接在这里吧 在这里 inverse transfer 用哪一个的inverse transfer 用哪一个 是不是这个-y的inverse transfer 是用X还要用Y啊 肯定是用Y吧 因为是用Y对它进行标准化的吧 但我们目标值 y版推定是不是也要进行一个 标准化之前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std-y.inverse transfer 把我们最终的这个结果转换一下 好 那接着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好 看一下这个值能不能看懂了 可以吧 哎 这里面说他预测的每个房子的价格是多少 能力就吧 那这个肯定是你真实值有没有骗到 肯定是有骗到的 对吧 你这是10 比如说1万金的单位 14万 25万 33万 你真实的价格有可能是15万对吧 23万 是不是就差一些吧 因为回归值 你不可能完整的 或者说是百分之百准确的预测那个值 你但是你可以在这个左右的加减一啊 或者加减二 在那个范围之内预测 是不是已经算是准确了吧 对 比如说你这个每个月 每年的销售额预测 对吧 那你预测不可能是正好等于那个值 你可能是大概接近那个值 最接近就最好了 所以我们就是为了最接近这个值是最好的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现金回归 他得出来的回归系数 这个W是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说他在更新之后 这个W是不是一直是这个值啊 然后呢 得出来的这个值 就是我们的这个测试值 这是我们的测试值预测的值 好 那么先下课休息一下